参选花莲市国字头市民代表的田真琪 除了积极四处扫街拜票 她也提出了多项政见 希望可以对花莲市的建设有更多帮助 其中她认为每一个礼都需要一处活动中心 让民众可以来运动休闲或者是上课学习使用 她希望她有机会当选 可以向施工所向县政府争取建制每一个礼的活动中心 从担任美琴之友会总干事到县议员长委会的助理 田真琪累积许多关心公共事务 以及服务民众的资历 这一次她要参选花莲市国字头的市民代表 田真琪也提出多项政见 其中之一就是要积极在各里都建制活动中心 让社区民众可以休闲运动和上课学习 在花莲市有很多的公共空间 并不是像这里这么好的妥善的管理 很多的人可能一起下棋聚集聚会交移 但是因为缺乏妥善管理的关系 造成环境的复杂以及脏乱 甚至有些邻里是根本都没有活动中心 这样子的公共空间 让长辈为了要能去参与福气站的课程 还必须要跑到隔壁的邻里 或者是甚至要到吉安乡去参与 所以这也是真琪在我的这次参选政见当中 很希望在市区里其实有一些公有闲置的土地跟空间 希望能够按照它的场域的特质 然后搭配着我们要举办的活动 可以有一些活化再利用 那不管是透过开放的或者是招租的方式 都鼓励民众来参与 田真琪表示 花莲市各里还有闲置管设或场所 如果可以整理出来 当作社区活动中心 让里民就近使用 对于促进社区发展 还有增加民众休闲活动机会 都有很大的帮助 他也期许自己能够当选 未来在世代会会积极向市公所建议 向县政府争取 在花莲市每一个里都建置活动中心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